观天下大事,听非同凡响,我是丁一凡 最近中国正在走出这场新冠肺炎的疫情 中国的形势在好转的同时 这个疫情在欧洲、在美国却泛来成灾 因为中国有了能力 所以当这些国家要求中国提供援助的时候 中国也给他们送去了很多的医疗物资 然而奇怪的是,我们没有听到什么积极的反馈 没有听到什么感激的声音 却在这些西欧大国和美国的媒体中间 听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 比如说,说中国给他们提供这些物资 是为了扩大中国的影响 是中国的地缘政治谋略 还有一些舆论就更加无理了 说什么中国实际上是在赎罪 是在掩盖他们最开始的时候 没有能够制止疫情的扩散 这些婚话对我们当然刺激很大 但是我们有必要去那么认真吗 其实回过头来一想 也许我们根本就不在乎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我们应该明白的一点是 当我们发展得特别好特别快的时候 也会引起一些国家 一些当政人物的焦虑 他们会怀疑他们的一些当政者无能 甚至他们的民众会怀疑他们的制度是不是出了问题 因此对这些政治经营来讲 绝对不能够承认中国做得很好 绝对不能承认中国在控制住了疫情之外 还能腾出手来帮我们一把 在19世纪20世纪的时候 这个事情也发生在美国和欧洲的身上 当时美国的崛起非常快 也引起了欧洲一些忌妒和担心 当时欧洲的媒体一直把美国描写成为一个 没有文化的爆发户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美国总统威尔逊到巴黎去参加那个和平谈判 当时的美国的实力已经是全球最强了 无论从经济实力上还是工业制造能力上讲 美国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即使如此 在整个的凡尔赛和谈过程中间 威尔逊还是比不过那些英法德领导人的风头 而当时的欧洲媒体都把威尔逊描写成一个 根本没有人管 没有人爱理的那么一个小丑 可见欧洲的媒体对崛起的大国是多么的激动 美国在欧洲的形象改善 那还要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以后 美国搞了一个马歇尔计划 帮助欧洲国家恢复经济 美国出了很多钱 帮助西欧国家的经济 从战后的废墟中间走了出来 除了赠款以外 还有很多的是贷款 而部分贷款 后来就被留在了欧洲 变成了一些基金会 然后美国人就拿这些基金会呢 干什么呢 去资助那些西欧的知识分子 西欧的知识精英 培养那些亲美国的力量 越来越在媒体里面听美国人说话 要想让美国的媒体说中国好 那就更难了 因为中国的发展 不是按美国人说的那套方法发展起来 因此中国干得越好 就越别想指望美国人说中国好 我们中间有许多人认为 西方大国包括美国 对中国不友好 那是因为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 肯定意识形态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即使我们放弃了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 变得跟他们一样 他们肯定也不会放过中国 如果大家不信的话 我劝大家去读一本美国政治学家的书 叫大国政治的悲剧 米尔斯海默说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政体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 只要你跟美国在一个国际体系中间 只要你面成第二大经济体 那么美国一定会想办法来攻击你 来把你踩下去 现在中国成为了第二大经济体 而且中国很有可能 在不远的将来超过美国 美国就担心那个时候 它会实际它所有作为霸主 在这个体系中间享受到好处 关键还是利益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这些西方国家对中国抹黑的这个过程 恰恰证明了中国选择的道路是对的 中国走出了疫情 中国的生产能力很强 会给这些国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但是我们千万别以为 我们给他们提供了帮助 他们就会说我们的好话 其实我们的目的很简单 不就是一个人道主义援助吗 不就是因为我们想构结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吗 我们很愿意帮助他们一起走出这个疫情 因为中国需要世界市场 中国需要一个比较好的世界经济 但是我们也知道 即使全球经济陷入了大萧条 凭着中国自己的市场和中国比较齐备的工业能力 我们是唯一一个能够走出这场大萧条的国家 换句话说 中国一定会沿着他自己选择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让别人去说吧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去说吧 应该成为我们未来看待这些西方媒体 对中国胡说八道的一种心态 好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本期的非同凡响 咱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